什么是尿毒症 慢性肾衰节是各种肾脏病 导致肾脏功能 渐进性不可逆性的一个减退 直至功能丧失 所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和代谢紊乱 所组成的临床综合症 简称慢性肾衰 慢性肾衰的中末期 即为人民所常说的尿毒症 尿毒症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而是各种晚期的肾脏病 共有的临床综合症 是慢性肾衰竭 进入中末阶段时 出现了一系列临床表现 所组成的综合症 尿毒症不是尿里有毒 不会传染给旁人 不必担心 本正是肾衰竭衰竭 血中的有毒物质 未能从尿中排出所致 在正常人的新陈代谢过程中 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毒物 如瓜类 尿素 尿酸 鸡肝 粉类 饮多等 这些 经过肾脏以尿的形式排出体外 使人体不治受害 如果肾脏有病 而至生功能衰竭时 不能将这些毒物及时排出体外 而支流血中 从来 从来 从来